据红星新闻,8月16日,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肿瘤内科医生,张玉被院方解聘一年半后,在其个人社交账号发文称,希望回北一三院重操就业当医生。 两年前,张玉在平台发文揭露肿瘤治疗黑幕,引起广泛关注。 自此,张玉和街黑医生,这个称呼紧密联系在一起。 2022年2月25日,北一三院对张玉做出解聘决定,原因是其行为对医院生育造成不良影响。 离开北一三院后,张玉也需要面对很多负面声音,包括称其诋毁同行,质疑权威。 也有人质疑,他一心为了当网红,割韭菜。 张玉称,北一三院是个很好的医院,想重新回到北一三院,还想当医生,但知道这个机会很小很小,被开除之后,路过北三就会觉得心痛。 当自己有了社交媒体账号,很多患者告知他遭遇了什么,自己的家庭又是怎样艰难。 他当时想了三个月,最后还是没忍住就去写信。 就医生过度治疗的问题,第一是利益诱惑太大,第二就是监管力度还需加大,不同的人不一样,问心无愧的医生是获益的,他们很开心。 此外,有很多手术是属于可做可不做的,不做没有意义的手术,这样工作量也就明显减少了。 在将来,医疗行业反腐对于普通医生也一定是有好处的,避免浪费,钱可以结余是一个正反馈,把医疗中不需要的浪费减少,节省资金,然后反馈给医务人员。 医疗行业正常收入又慢慢提高一些,那就是最好的局面。